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主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很快完成的午餐、晚餐 甚至乎週末的brunch都可以 我這個菜式15分鐘就完成了 真的15分鐘,很快 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薑黃菠菜芝士意粉 又快又健康,正呀! Let's go! 好,首先煮意粉,我們當然先煮好水 這裡就有沸騰的水 其實你連煮水都是15分鐘而已 現在我要拍攝,煮好水更快 好了,我們先把意粉放入熱水裡 然後就煮9分鐘 為什麼我煮9分鐘呢? 因為我這個意粉煮熟是11分鐘 通常如果我再要炒一炒意粉的話 我就會減2分鐘,OK? 更加快一點,所以你自己要留意留意了,OK? 繼續去做其他事情了 好了,要切的東西包括什麼呢? 就是乾蔥和蒜頭,加一點味 乾蔥你可以像我這樣切片又可以 又或者你可以把它剁碎又可以 好,因為我們要快捷方便 於是乎我就不再剁碎了 蒜頭,記住要拿出一個芯 然後同樣地切片又完成了 然後菠菜,我早就已經洗了 就算是你現在煮意粉的時候 拿去洗菠菜也可以 不過其實我想說為什麼我加菠菜呢? 是因為我自己喜歡吃 你可以加不同的蔬菜也可以 因為這個意粉煮出來是黃色的 於是我想加一些綠色的東西 例如你喜歡加脆肉瓜也可以 你喜歡吃青瓜也可以 你喜歡加一些青椒也可以 其實你自己想加任何東西都OK 最重要是你喜歡吃 OK 好了,現在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現在我們就要炒香蒜和乾蔥 鍋已經是燒熱了 我們加少許油 如果你喜歡的話,你可以加牛油也可以 不過如果你加牛油的話 記住小心點 就是有機會會燒焦 所以一起步就要加其他的材料 OK 好了,現在我們就先下這個乾蔥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我一直在計時 現在是三分鐘 其實你知道我實時拍攝是拍了多久 所以這個15分鐘內完成 沒有騙你的 中火 煮至它有少許半透明 就下你的蒜頭 下了一會之後 你可以加多一點油 因為我覺得乾蔥吸了我的油 然後加薑黃粉 現在這個薑黃粉 其實就是把它爆香 爆香之後 它就會更加美味 而且這個爆香的程序 可以幫它披披薑黃的腥味 我不知道你明白我說什麼 所以爆香之後 是會好吃很多 好了,接著調小火 因為已經爆香了 忌廉 已經 已經調到最小火 那現在呢 我在做什麼呢 基本上呢 讓你看看 剩下這麼多時間 我還下早了 所以呢 你自己要調一下時間 因為實在太快完成了 我懷疑 這次其實不需要剪 這條片 嘩,但已經很香 不過呢 你去處理薑黃粉的時候 要留意 就是薑黃粉很容易上色 所以呢 如果碰到砧板是白色的話 就要留意了 好,還有二十多秒 那現在呢 你準備第一個鉗 去煮那些披薑黃粉 下來 還有呢 一個湯殼呢 去煮那些披薑黃粉 水 下去煮這個意粉 了 菠菜又預備好了 因為菠菜很快熟 我們最後才放下去 而已 完成 關火 接著呢 這一邊 開大了 然後直接呢 就拿些披薑黃粉下去 這個時候 我們呢 就放些巴馬桑起司 記不記得剛才說 拿些意粉水嗎 沒錯啦 只有一瓶 然後煮一下 現在呢 我們開著中火的 這個時候 可以放些菠菜 拌勻它 那些菠菜呢 很快熟的 如果你鹽它乾一點 那麼多的呢 你可以再加點水 所以呢 你煮這個意粉呢 記住那些披薑黃粉 不要馬上倒掉它 留一杯 用來煮那個披薑黃粉 這個時候呢 就完美了 熄火 搞定 吃得了 嘩 很快 吃東西 嘩 正啊 超簡單 又方便 嘩 開心 嘩 嘩 鹽呢 和黑胡椒粉呢 你可以加的 但是呢 因為我煮意粉的水呢 已經加了鹽的了 也都加了巴馬桑起司呢 其實本身都有點鹹味的 假如你覺得 喂 吃下去之後 OK 你不用加 但是如果你想吃鹹一點的話呢 那你自己調教味吧 OK 15分鐘就完成了 這個意粉 那所以呢 你都真的一定要試一下 請記住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最好我當然是like 拜拜啦 謝謝大家 See ya